開始了喔 可以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要跟車友來分享的車款 是HONDA CR-V的三代 那車主今天的需求 有跟心路歷程有跟經理分享一下 所以我們一樣跟車友來分享一下 就是車主本來後面的避震器 這個大概開了12萬公里左右 後方的避震器 這個是剛換沒多久 這個是換原廠是新品 但是換了之後就覺得整台車不是很協調 因為只有換後面 前面的話 原廠的機師是也建議他前面一併更換 但車友就後來選擇說 倒不如把它換成改裝的 然後把車高降低 所以車主也跟我們同事有做了溝通 所以一樣把車高降低之後 這台車一樣 它的後輪的camber就會變趴 所以這個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就記得一定要安裝 那最近也有很多的 的一個粉絲團的車友們 會詢問說 那我的車需不需要 其實有很多的車款 像是ToyB的系統 後方的話就算要加裝 這個也沒得加裝 譬如說 Nissan的Tita 或者是小車的FIT SWIFT這些 的後懸吊都是ToyB系統 那後面的話 就算要把camber做正的話 也沒有辦法 因為它的後輪的話 是ToyB的系統 沒有連桿呢 可以去做調整跟改裝 那有的改法是 可以把後輪在輪走的地方 墊一個偏心的墊 一個墊片 然後就可以校正它的後輪 那如果ToyB的系統 沒有吃胎 吃的特別嚴重的話 倒是不用 但是這樣的多連桿系統 還有Focus 或者是123代的Mazda3 這些的車款呢 就建議要改裝後面的 仰角調整器 還有最近很 我們裝很多的 RA4的五代 這個後方的話 如果TNGA的底盤 降低之後的後輪 都容易會吃胎 就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如果像是用車頻率很低的 一年只開個三千四千公里 那輪胎的話 就讓它去磨耗 因為一年開個三五千公里的車油 也許有可能讓它吃胎 然後要到了輪胎的年限 已經變硬化了之後 也還吃不到 也還不需要換到這個 所以如果用車的頻率很高的 那就會建議 把這個仰角調整器把它改一改 輪胎的壽命 反倒會比較長一點點 比較正長一點點 如果沒有用車頻率很低的話 倒是不用了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那原廠的前面 原廠前面是麥花神的懸吊系統 KT有附上座 後方的話它的上座形式很特殊 它是很長的一個上座結構 所以後面上方的零件 是要沿用原廠 可是這個橡皮 這兩個橡皮的話 是KT的話 有附一個強化的橡皮 它的硬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這是原廠後阻尼 這個是新頻 所以壓起來應該蠻準的 它的行程 其實擺臂的位置 是比較偏向支點 所以它的長度 其實是不長的 所以它能夠在改完畢之後 能夠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會因為這個長度 比較受到局限 因為它的下座的KT的腳管 做的長度也不長 最高跟最低 只能改變大概兩指幅左右而已 不是說原廠可以降低兩指幅 像這台車的話 已經升級到五代的鋁圈18吋 它的輪拍上遠到葉子板 大概75mm到80mm左右 大概75mm 那今天要降低 大概剩下 降低原廠降低 大概2.5公分左右 不到兩指幅 所以就要加裝這個 兩腳調整器 那在右後輪 右後輪的地方 它有一個形式很特別的 這裡有一個固定點 這個固定點 它是在固定後軸 有一個水瓶感應器的 一個吊架的位置 那一個位置 如果沒有做出來的話 也沒有辦法固定 那一個後軸感應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零件好了 這一個是 不是這一個世代的 這個是五代的鋁圈 五代的鋁圈 18吋原廠的鋁圈 所以改在三代上 也還蠻 就都可以留用 那我們從這邊來介紹好了 因為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吊架 可是 鏡頭的方向好像帶不太到 來這裡 KD連這些小細節 都把它做出來 這個是它原廠 後軸的話 假設我們有載人 它會下沉 那下沉之後 輪那個HID的 投射的位置 可能就會偏高 所以它會感應後軸的重量 之後調整前方大燈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大動力的感應器的位置 所以這個小細節的話 KD也都有做出來 那這裡的 這一支就是原廠的羊腳 原廠的話 這個是不能調整的 所以改裝成可調之後 它可以藉由這個調整的長度 來改變後輪Camper的角度 那這個是 龍影Summit的產品 它也做得不錯 也有這個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完整度都非常的好 但這個羊腳 其實要特別注意一下 改裝品的品質 因為比較早期 現在應該很少很少 龍影的產品也相當不錯 還有一個是另外一個 我們也有配合的是Summit 這個的話 其實KD有的車款 也有做Focus 二代三代的Focus 下速腳調整器 KD的話就有製作 有開模具 鍛造的模具製作 這個羊腳調整器 它是有重要性的 不只是取決後輪的輪胎 會不會異常的魔號 像這個羊腳調整器 如果材質不夠好的話 遇到比較大的空洞 或者是臨時有什麼狀況的話 它如果斷裂的時候 它後手整個是會爬進去 所以這個羊腳調整器的材質 跟強度 是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 這一台是四驅的 後面有傳動手 那裡面的一個內裝 它避震器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這個四驅蓋 要把它打開 可是這個四驅蓋 是密封的啦 所以如果要調整鼠尼的話 那一個四驅蓋 需要稍微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調得到 有的車友會把 會把這個鐵蓋 用一個切割 用一個Frenda 把它切割成一個 一個圓狀的 或者是口狀的也可以 就方便調整 可是切開之後 要小心那個是沖壓鐵劍 旁邊的話要稍微倒腳一下 不然手會刮傷 好 那我們換來介紹前面了 前面比較簡單 前面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城的 麥花城的話 我們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有附一個新的上座在這邊 這個上座的中間 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 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用的 我往H的方向 順時針旋轉 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 往這個方向的話 它就會變軟 所以KT的阻尼 一共有30段 30段的軟硬度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大概講的講法都一樣 第一個 我們先來確認好胎壓的部分 日系車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門邊好了 日系車通常 在駕駛座門打開之後 我的手有點髒 駕駛座門打開之後 在這個地方 都會有一個胎壓的建議值 像這個胎壓 它原廠才建議才30坪 30而言 前後都30 所以如果 但這個規格是225 原廠的規格是225 6、5、17 車主已經升級成18吋的規格 那它原廠胎壓建議才30喔 如果 裝的是原廠避震器的話 那可能 你打到3940 冷胎壓 冷胎壓達到3940 都還能接受的範圍 可是當換了改裝避震器之後 路感的回饋 避震器已經變直接囉 如果胎壓打得還太高的話 就有可能會覺得很癲 所以 胎壓的設定 在改裝避震器上的話 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胎壓把它設定好完成之後 再來第二個步驟才是調整阻鈴 然後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左邊 跟右邊 斷數一定要對勝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勝 沒關係 像今天的18吋的 這個是米其林的 米其林的輪胎 它的胎幣算Q 那如果是普利時通的輪胎 它的胎幣比較堅硬 我們就會稍微放軟一點點 那如果 馬牌 經理常常會舉馬牌的胎子 馬牌輪胎 它的胎幣很軟 所以阻鈴的段數就會稍微硬一點點 可是 這些的胎壓也好 或者是輪胎的屬性也好 每一個人 的感覺 才是最主要要調整阻鈴的重點 因為 我覺得太硬 搞不好 鏡頭前的車友覺得太軟 所以 每個人會依照自己想要的感覺 再去做微調 那師傅的話大概都會調到 一個可能 像這台車 大家反應回來還不錯的一個段數 細節的部分的話 再請車友自行調整 這個是上座的部分 那下座 下底座的話 有一些細節 全部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像是這裡有 這個是油管固定孔 油管固定座 這裡有ABS感應的 一個扣具的調價 這些全部 都是有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也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離載串的話 這個離載串比較特別一點 唉唷 這個好像有一點緊 這個離載串的話 如果 大概在四五年前時候 KT一開始的設計 是設計比較下方的位置 然後要改短的離載串 那樣設計的話會 離載串的壽命 因為它離載串變短了 所以我們在轉左10點 右10點之後 它的離載串作動的角度 會變大 我如果變長之後 它作動的角度就變小 所以這個設計 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串的壽命 就會增長一點點 所以這個 也不用再多花錢 買可調式的 或者是強化的 直接用原廠離載串就好了 那這個離載串 本來就是消耗品 如果有一場之後 要太換也很方便 嫌原廠的離載串 負廠也很多的品牌 可以做選擇 一直才7台 快錢而已 所以這個都是很方便的 車友日後維修的設計 那在彈簧部分的話 就這台車的重點 這台車CRB 不論12345 戴好了 都是修理車款 所以舒適度的話 通常是駕駛這款車的車主 還蠻要求的部分 所以我們並沒有把它設計 太過於運動化 像這個前彈簧的話 我們才配7公斤 這個是2.4公斤 我們配7公斤 而且把彈簧的形式 把它做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它燈籠狀的彈簧 它上下作動的行程 會比直捲式的還要多出35% 那它的遇到坑洞 回彈的時候的力道 會有一部分 大概30-40% 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回饋回來的感覺 就會覺得比較順一點 不會像直捲彈簧那麼的直接 那直捲彈簧的話 如果車友們選擇是這台的競技版本的話 我們就會配的是直捲彈簧 或者是說後方 後方的彈簧一律就是配直捲彈簧 其實這台車的後方 它的彈簧原廠也是直捲的 所以前方賣滑層的話 如果要比較舒適的話 就會配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讓它的舒適度會更好一點點 那KT的用料的話 像是進口IP 意大利IP的鼠尼油 那日本NOK的油風 我們從一開始到現在 全部都是維持這麼高檔的一個 一個零配件 那最棒的地方應該是說 KT我們在台灣的銷售系統 在北區有北區的經銷商 中序的話有中序經銷商 是被雨底盤寄演 南部的話 台南 嘉義還有高雄的話 都有店家 甚至華東也都有 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我們北區的經銷商 或者是店家 也都陸陸續續 有越來越多的店家 可以提供試乘車 給車友們來試乘來體驗 那避震器的選擇 很多的車友 都是在網路上詢問車 同款車的車主 其實這樣的話 也只能當一個參考 所以棒的方式 還是能看看 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實測安裝車 來試乘看看 那試乘之後覺得滿意啊 再來考慮就好了 OK 以上是今天 Honda CR-V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車友們 謝謝 掰掰